明明在室內但帽子還戴著 帽顏也壓低似乎不想被人發現他是誰 但現在這張照片被PO在PTT上 他就是立委高嘉瑜 這篇文章中還有林秉書和高嘉瑜的對話記錄 說高的前男友馬文玉要來告別市鬧場 高嘉瑜接著傳 又要求增派警力的對話 這到底在言哪一出 這難道就是高嘉瑜口中林秉書恐嚇他的網軍嗎 因為這篇文章更暗指前男友小馬也打過高嘉瑜 小馬是從來沒有對我施暴過 其實他就是一直都很照顧我 PTT文章高嘉瑜否認 另外這篇文還直接嗆他 被打到不成人形式誇大 PO出這張吃飯照就是要澄清 是他自稱被毆打後 去板橋某餐廳用餐的照片 沒戴口罩哪裡遍體鈴傷 同篇口吻就好像當事人一樣 不過放大來看 雖然沒戴口罩 也能看見眼睛有癒傷 手上也有貼膠布 實際詢問店家則說沒有印象 但照片的確是他們的店 至於幾號去的高嘉瑜也說他忘了 這個我忘記幾號了 但是就是在事發之後 不過用類似手法的文章還不止這篇 同樣的帳號就在高嘉瑜第一時間 傳出被打後就PO逆封文 甚至還出現這張 小馬聲稱轉交給林秉書的傳單 就這麼剛好出現在文章裡 也讓人好奇 這背後淫污者是誰 這名為瘋狂維尼的ID 最後一次上線時間 在12月1號的凌晨12點50分 而突然把爆料貼文刪除後 下線就未出現 而林秉書1點50分被拘提 鄉民也質疑這帳號根本是林秉書本人 雖然還無法證實這帳號是不是他 但能有這麼多當事人才有的東西 這關係一定不一般 TVBS新聞這麼報道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